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減肥這麼困難 好不容易減肥成功 但是常常過沒多久又胖回去 試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減肥飲食法 什麼熱量赤字、低碳飲食 還有生酮飲食等等 好像一開始有用 但後來不知道怎麼樣 又慢慢失效了 人類這個這麼容易變胖的物種 到底是怎麼通過天則活到現在的 原來這一切都是天注定的 是老天爺要你變胖的 減肥根本就是逆天的行為啊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本去年才出的新書 Nature wants us to be fat 科學家揭露了一個人類容易變胖的關鍵生理機制 以及一個罪魁禍首 最後我會列出可以阻斷變胖生理機制的六個飲食習慣 還有一個大絕招 絕對能夠讓你減肥事半功倍 而且負胖的機率也會大大下降 嘿大家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新朋友 我叫修修 這個頻道我會跟大家分享科學的方法與工具 來幫助大家工作更有效率 身心更健康 我之前一直很受歡迎的影片 《喝糖就是在喝毒有》裡面 有講到一位研究果糖世界權威 Richard Johnson 醫師的發現 他在10年前的一本書 The Fat Switch 裡面 說到人類因為基因突變 長出了一個肥胖開關 人只要吃了一種東西 就會開啟這個肥胖開關 就好像吃了神隱少女裡面 神的貢品一樣 變得又胖又懶 最後成了一隻豬 而這個東西 就是 果糖 欸這裡還是要查播一下 防止你先跳出去 吃水果是有益身體健康的 一天2到4份的水果 不只不會讓你發胖 還會降低糖尿病的風險 關於水果的果糖 我後面會補充 回到Richard Johnson 的研究 你可以到Google Scholar搜尋他的名字 他的論文被引用次數超過11萬次 Edge Index高達172 這毫無疑問是個頂尖的學者 所以他的肥胖開關 雖然只是個假說 但是卻相當有可信度 10年後 他發現他在果糖領域做的研究 不斷的支持 而且強化他這個假說 並且發現了其他因素 也會打開這個肥胖開關 於是他在這本Nature wants to be fat 裡面 把這個肥胖開關 證明成 生存開關 這個生存開關 幾乎每種動物身上都有 但是人類身上的特別有效率 但是在解釋生存開關之前 我們要先幫肥肉來平反一下 大家都知道 會冬眠的動物 都會在冬天來臨前 瘋狂吃食物 讓自己變胖 儲存脂肪 好度過冬天 很多人認為這個機制對現代人沒有用了 所以覺得體脂率越低越好 但這是錯誤的 Johnson博士在健身防震是一個朋友 練到幾乎沒有脂肪 相當精壯 看起來也精力充沛 但有天因為肺炎就住院了 當Johnson博士去醫院看他時 發現他整個人都消轟了 肌肉掉超多 出院之後還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恢復體力 他的問題正好就是全身都是肌肉 沒有脂肪 所以當他得到肺炎需要能量來抵抗變菌時 因為食慾不正 吃的又很少 也沒有脂肪可以燃燒 所以他的身體只能分解肌肉來提供所需的能量 隨著肌肉的分解 其他的系統也會開始衰竭 包括肝臟啊 腎臟等等 所以如果他有一些脂肪可以燃燒的話 就不會變得這麼嚴重 對女生朋友來說 脂肪更是重要 女性至少需要22%的身體脂肪 才能懷孕 如果體脂低於15% 卵巢釋放卵子的能力就會下降 月經還可能停止 除此之外 燃燒脂肪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副產品 就是水 所以對生活在沙漠中的動物 像是駱駝來說 駝峰的脂肪 不只是能量的來源 他還能提供維持生命所需的水分 所以動物會儲存脂肪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有時候可以救命啊 所以當我們的生存開關被開啟時 我們的身體就會努力變胖來保命 當哺乳類動物面臨食物短缺的時候 會有一系列的生存反應 其中有關能量代謝的有四種 第一種是會想多吃 第二種是會努力儲存脂肪 第三種是盡量減少能量的消耗 這相當直覺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一個醫生 坐著時光機 去幫他們驗血 看他們報告之後 應該會下一個結論 他們都快等糖尿病了 因為他們還會有第四種生理反應 胰島素阻抗 因為動物最重要的器官是大腦 而大腦的首選燃料 是血糖 在正常情況下 血糖會在胰島素的幫忙之下 進入肌肉啊 肝臟等等作為燃料或儲存起來 但如果食物不夠 動物就會降低 胰島素運作的效率 讓血糖濃度上升 進而確保 大腦有足夠的血糖可以使用 對野生動物來說 當冬眠或是大千禧結束時 儲存的脂肪就會逐漸被燃燒掉 而代謝也就恢復了正常狀態 但人類的生存開關 雖然幫助我們的老祖宗活了下來 但是現代人的環境跟食物 會讓這個開關打開之後就關不起來 於是本來是幫助生存的機制 現在就成了人類最嚴重的流行病 Johnson博士經過大量的研究後認為 會啟動人類的生存開關 讓人變得又貪吃又懶得動 還會產生胰島素阻抗的罪魁禍首 就是果糖 果糖的代謝相當複雜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這次講糖的影片裡面的說明 這裡我要講的是Johnson博士介紹的 會啟動生存開關的途徑 我會盡量講的簡單一點 請大家一定要仔細聽 因為這個是你以後能不能 減肥成功的 關鍵 先來複習一下 我們身體的能量貨幣 叫ATP 在任何時候身體都會儲存有80到100克的ATP 以供身體細胞的運作使用 而人體的能量工廠 力線體 不管是用無氧系統 或是有氧系統來產生能量 一開始都必須要消耗一點點ATP 才能分解血糖或是油理脂肪酸 以得到更多的ATP ATP被用來產生能量之後 會被水解成 ADP 從三磷酸線乾 變成二磷酸線乾 在代謝大多數的食物時 這個系統會保持平衡 所以如果ATP的濃度下降 身體會有機制 來將ADP 快速合成回ATP 讓食物的代謝可以持續進行 但是代謝果糖不一樣 在果糖積美 Fructokinase的作用下 ATP在分解成ADP後 就一去不復返了 它會繼續被分解成AMP 最後形成尿酸 這會給力線體帶來 氧化壓力 Oxidative stress 進而造成以下幾種生理反應 第一個 ATP持續下降 會讓大腦認為能量不夠 所以會想要到處觅食 第二 如果吃下去的食物 是高糖分的甜食 這會加劇ATP的匱乏狀態 加上果糖不會產生飽足感 所以會一直吃吃吃到很撐才停止 然後就不想動了 第三 尿酸會對力線體造成氧化壓力 損害它燃燒脂肪 產生能量的能力 第四 這些多餘的熱量會經由 Denovo Lipogenesis 在肝臟生成極低密度膽固醇 VLDL超爛的東西 第五 VLDL流到血液中 會導致心血管疾病 跟高血壓 也會在全身累積導致肥胖 而流在肝臟裡面的VLDL 就會導致脂肪肝的發生 第六 脂肪的累積會造成 胰島宿主 抗 就剛剛講的 體內的血糖會上升 以上這些生理反應 在現代的世界來看 簡直糟透了 但是在遠古時代 這個節省能量 又可以儲存脂肪的機制 簡直太完美 而我們人類就是因為 兩次的基因突變 讓這個生存機制 比其他動物更有效率 才順利度過 瀕臨絕種的危機 活到現在 書中講到 第一次基因突變 是發生在 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次導致恐龍滅絕的 隕石撞擊地球事件 那時地球上 將近有75%的動物滅絕了 但是有一些靈長類動物 活了下來 奇怪啊 那時地球極度缺乏食物 為什麼這些 吃水果維生的動物 能夠活下來 原來他們經歷的 第一次突變 喪失了自己製造 維生素C的能力 維生素C是人類的 必需營養素 其中一個重要的功能 就是 降低身體的 氧化壓力 大部分的動物 都可以自行生產 但我們人類 就是不行 第二次的突變 是發生在 1500萬年前 而這次的基因突變 讓我們饑餓的祖先 喪失了 分解尿酸的能力 沒辦法製造尿酸氧化酶 使得人類的尿酸濃度 比一般哺乳類還高 所以這兩次的突變 都會增加 人類體內的氧化壓力 還記得氧化壓力越高 身體就越傾向儲存脂肪嗎 這個就是果糖 容易讓人類 啟動生存開關 進而變胖的 根本原因 知道最底層的機制後 我們制定了減肥策略 才不會治標不治本 雖然熱量赤製很重要 但如果沒有把生存開關關掉 吃下去的東西 還是很容易變成脂肪儲存起來 以下我就列幾個 Johnson博士在書中建議的方法 讓我們有效的將生存開關 一直維持在關掉的狀態 第一 盡量少吃 甚至戒掉含糖飲料跟甜食 果糖就是開啟生存開關的罪魁禍首 相信這應該不需要再強調了吧 絕大多數的飲料跟糕點麵包 裡面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 必須要嚴格控制攝取 如果真的一時戒不掉 像我跟我老婆 還是很愛喝手搖飲 我們就會點無糖的 而蛋糕 甜點之類的東西 就會放到 周末的作弊日來吃 第二 每天吃 三到四份水果 想不到吧 一本介紹 果糖危害的書 竟然會要大家 每天都要吃水果 之前講糖的毒害那支影片 就強調了 水果裡面含有 胡蘿蔔素等等 都可以降低身體的氧化壓力 關掉生存開關 只是要注意份量跟你選擇的水果 最好選擇果糖含量較少的水果 像是每100克含有5克以下的果糖的 奇果啊 巴勒啊 火龍果等等 一餐吃一到兩份 慢慢吃 飯後吃 7克左右的果糖 在小腸 就會被解決掉了 根本到不了肝臟 也不會啟動生存開關 我會把台灣常見的水果含量表 再次列在影片敘述的文章連結裡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還是我來做一支水果全攻略的影片好了 想看著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第三 少吃高GI的精緻澱粉 像是白糖啊 麵包 白吐司 義大利 馬鈴薯等等 這些會讓你血糖 極速升高的食物 不但會造成之前影片講的 對身體的種種傷害 還會讓身體 自行產生果糖 對 你沒聽錯 我剛知道的時候也嚇一跳 有一種叫做多元醇途徑 Polio Pathway的特殊生物過程 會先把血糖 轉化成一種稱為 三離醇的物質 然後進一步將三離醇 轉化為 Johnson博士指出 高GI值碳水化合物 導致的高血糖 也會經由這個途徑 開啟生存開關 所以我們會把 披薩 意大利 麵包 波巴奶茶 等等食物 也是放在作弊日吃 並且搭配之前這支 CGM測試影片講的 控糖策略 避免血糖 以下沖太高 第四 少吃紅肉 跟重鹹的食物 喝足夠的水 Johnson博士用老鼠做了一連串的實驗 發現太鹹的食物 富含鮮味 也是うまみ的食物 像是紅肉 或是加味精的 還有喝太少水 全部都會開啟生存開關 讓我們容易變胖 所以那些明明吃很少 碳水化合物 卻還是減肥失敗的人 你們現在應該知道原因了吧 上述這些不良的飲食習慣 都會讓你的燃脂效率下降 儲存脂肪的效率上升 減肥的效果 當然不會好 第五 仔細閱讀 食品標籤 現代人 還是免不了 吃外食 但是在選購之前 一定要看清楚 成分標示裡面的含糖量 如果是加工食品 裡面的糖分 很可能就是添加的 尤其是一些 偽裝成健康食品的 像是優格 麥片等等 很多含糖量 都相當驚人 大家一定要小心 還是希望台灣能夠效仿美國 把添加糖獨立飆出來 方便消費者判斷 第六 採用switch飲食法 這個switch不是這個switch 是Johnson博士針對 關閉生存開關 設計出來的飲食法 這個switch diet 對三大營養素的熱量分配是 碳水化合物45% 蛋白質20% 脂肪35% 而食物的選擇 就參考前面幾點 將飽和脂肪降到10%以下 然後盡量選擇圓形食物 就不會錯了 看到這裡你會覺得人生好難 我們所有愛吃的東西都不能吃 那活著要幹嘛 Johnson博士聽到你們的聲音了 他最後還為大家指點了一條名路 那就是 運動 更精確一點的 是我之前影片介紹的 最能夠鍛鍊到立腺體的 Zone 2訓練 生存開關之所以會啟動 都是因為立腺體受到了氧化壓力 而沒辦法正常運作 如果我們擁有數量又多 又強大的立腺體 那就可以某種程度 忽視以上的規則 實在太爽了 你看那些耐力運動選手 根本沒有在給你什麼低碳飲食 他們只怕吃不夠 喔 但你也先別爽太早 Johnson博士同樣引用了 Inigo Semiland博士的研究 你至少要一週進行三到四次 每次一小時的Zone 2 才能有效刺激立腺體的功能 跟生長 所以如果你想要活得健康 有兩條路讓你選 一條 是愛吃的東西 都不能吃 另一條 就是運動 Dodji 以上就是這本 Natural Wants Us To Be Fat的分享 其實還有很多沒有講到 因為內容實在太豐富了 尤其作者就是一位世界頂尖的學者 他講的每個論點背後都有紮實的研究支撐 絕對不像一般的科普書 雖然說看起來有一點點硬 但是對那些有興趣更了解自己身體的人 我強力推薦 最後 我要跟你說 你很棒 放輕鬆 別太逼自己了 趁作逼日放縱一下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